陈时中说 到如何预约 这个部分就是各地方政府处理 指挥中心不做相关限制 偏偏绿营的首长 现在开始在逆时中吗 台南市长黄伟哲怎么讲 他说现在这样的一个政策 会造成遍地特权 打残记不要来台南 然后林又昌也不太满意 甚至呢 刚刚也看到 高雄市长陈其迈 陈其迈说让我再想一天 因为他大概也知道 这个是不太公平 可是偏偏现在地方 要扛下这个责任了耶 我先插一句话好不好 因为我有特别医师朋友 请我帮忙讲一下这个 他说现在为什么 这个状况变得特别混乱 就是因为很多长辈 或是说在表上面的人 怕打不到 所以他去不同的诊所同时预约 所以说他今天 可能在这个诊所预约了 你是在这个名单里面 然后你有在这个诊所预约 在那个名单里面 然后现在又加上 有的人不想打AZ 所以他到处去找 有莫德纳的诊所去预约 所以他就会多重预约 一个人可能就像 这些报研究所一样 他报了三四间学校 都上榜了 所以他有可能 最后只去其中某一家 然后就这样造成 其他的诊所都开评了 人没来 然后问题时间压力 就会很大 所以我就为什么 刚刚讲到说 唐凤你那个预约系统 你不是说你已经做好了吗 这才是需要做的时候 这地方政府 怎么能扛这个责任 哎呀 伟汉 这是很大的一个难题 好 我来跟大家讲 今天台中有18位的 10类以外的 年纪比我还小的年轻人 达到残疾了 18个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早上 陈中副指示官 就跟大家宣布今天开始嘛 对啊 他们动作真的也很快 残疾分两种 刚刚凯翔讲的 我们记得在六月初的时候 新竹的卫生所 他们多打了165剂 因为他就是 省吃俭用嘛 然后把那个东西 凑凑凑以后 原本应该打1700多人 打到1900多人 多打了165个人 那是因为他把它省下来的 我刚刚还在跟王熙一讲 理事长等一下会跟大家说 他觉得这样子也不太好 他说剂量上可能会有 还有感染的问题 那等一下理事长跟大家讲 那是省啊 那叫省 那今天凯翔刚刚刚在讲的 我现在跟大家讲得更清楚一点 那叫什么 那个叫做 爸爸不饿你先吃 我在旁边看 结果呢 你饭粒掉桌上了 你鸡腿掉桌上了 我去把它拿来吃 那就是剩下的 好像刚刚讲的 所以其实基本上 我现在就公开说 因为中央指挥中心 没有给大家指引 我觉得这是错的 你应该给大家指引 预约什么啊 你今天几百通电话预约来 难道我可能一天 有给你几百个人打残忌吗 残忌什么意思 AZ一屏 打十个人 接下来莫德亚一屏 可能打到十四个人 那我今天没有开屏 就没有残忌啊 我已经开屏了 我打完了现场十个人 结果有两个人 non-show刚才想想 就这个意思 有两个人有预约的 但没有来 那没有来怎么办呢 我等到时间到了 我再不打掉以后 他可能会过期 或者是说他会浪费了 所以现场有没有人 后面的 然后你来 任何18岁以上 中华民国公民 为施打者 然后标注叫做 剩余剂量使用者 又打下去 就是不浪费 掉桌上的范例 我觉得我还是 省不得的把他吃 对不对 那既然是这样 哪有预约的 难道你给大家预约说 我等一下 明天桌上的范例 后天桌上的范例 都给大家排到那边去 来这边领吗 哪有这种事啊 所以如果你今天 一旦开放大家去登记 而且登记到好几百人 这就不对了 你应该是 有时间 有迫切需要的人 他直接到这个施打站去 好那我现在倒回来 我讲实际状况 今天台中 一共有18个人 打到这个 宜兰也有 到处都有 那台中 刚刚那个例子 我把它讲清楚 因为这个人事 十地屋都有 在这个台中 那个中信国小 那那个国小呢 今天11点钟的时候 有一个80几次的阿嬷 他是在施打名单当中的 因为他是85岁以上的 但是他没有来 他拖到11点半才来 那那一瓶已经打开了 对 导播现在秀土了 就像这样子 那一瓶既已经打开 已经开封了 打到了8个人之后 还剩两个人的计量 11点到了 对 阿嬷你在哪里 没有来 那等到11点到了 时间也已经 他预约时间到了以后 继续等 等到11点20 阿嬷还是没有来 后面登记今天 要直接候补对吧 就来两个 呦呦 一个30几岁 一个60几岁 30几岁比我跟凯翔还小 是啊 他就打下去了 因为他不想浪费 打完以后 眼睛金金人相丢 阿嬷来了 阿嬷11点半说 阿嬷找没路啦 什么 我已经没了 其实我不太懂 难道那个施打手 早上11点30分就已经完全 他没有办法再开一瓶吗 还是 对不对 开一瓶以后 然后另外再久 我不太了解 那阿嬷就说可能明天再打 所以这个状况是这样 那大家观众朋友听懂了吧 所以你哪有办法说 预约几百个什么残记 你残记最多就 残记绝对小于10 好不好 我讲完了 因为一定是打开的 那个以莫德纳绝对小于14 因为我没有开瓶的 我就没有残记 你就站在那边等很久 我还在彼岸 等到现在已经会跑5点了 你还没有我跑 等就跟你跑 不是这样 残记就是有胜的 没有来的 而且我说实在的 我们这边都有列册 对不对 他与其去打电话 给所谓的残记后补者 你应该打给 现在目前施打类的 后面的人才对啊 你怎么会打给 这就是问题在 他是说no show的人 no show的人 要拿那个表上的来补 然后多出来的那些 就是多那0.3毛 客家精神的 那个可以开放给民众选 民众来替补 现在不知道 你现在讲的是台北市的状况 对 但是我现在跟你讲 台中市的状况就是 各地都不一样 没有在客家精神 因为台中 其实客家也没有那么多 那他就是那一瓶 李治长是台中人嘛 我客家人 那一瓶 李治长是台中最帅的客家人 那一瓶10个人当中 我正常计量 我还有没得打的 所以就是现场嘛 因为你现场一定 你就告诉大家 每天如果你有真的 有需求的人 那你怎么可能说 你照册列册 那你列那个册 这些人18岁30岁 都是在这10类以外的 那你应该是 从那个名单去打 所以这样子的话 中央应该要指引清楚 不要让大家这样大牌长龙 而且很心酸 会不会真的有人 就每天去那边等 今天有没有饭可以吃 明天一定就开始有很多人去等 今天没有 那明天我再来 明天又没了 那后天再来 就变成这样子 哎呀 真的 现在就变成一团乱 然后呢 地方可能做法又各自不一样 你看刚刚连绿营的首长 都这样子在逆时中 来 理事长怎么看 他这个他有个规范 他是说一个残计 他不能够 他要打过六个人以上 才能算残计 所以你不能说 我这个人心眼不好 我打一个我就给你放针 我就不动就变成残计 不可以的 他一定要打过六个人以上 所以每一个点 他的残计顶多剩下四个人 顶多剩下四个人到五个人 每一瓶开完就好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你叫弄个什么 像韩国那样 弄个地图 叫大家去跑这家五个 那家五个那家五个 你这家没有 就那一家去 到那家去 那开玩笑啊 对大家怎么跑了个半死 所以我非常不建议 在接重点 就接重他的残计 不可以 这样子一定会造成混乱 而且会造成 变成说 每个地方都有特权 我可以为了我自己的想法 我就给你特别留给谁 理事长讲到重点了 特权 这是不是反而让更多客权施打的情况发生呢 所以我比较规范的一个 我比较建议的一个做法是说 白天打常规的 晚上夜整 把这个东西集中在一个点 统一挂号 既然我们那个机票在排补位一样嘛 一大堆补位的 去嘛 我那个时候各个点来了 我那个量就很多 量就很多 每一家都有嘛 你在当地的接重点 你就给他做那个预约的工作 那就会很烦 就像韩国那个地图一样 你叫人家到处去找 就像说你报名去考学校一样 你不是联考嘛 我们都有个联考的概念 比较好嘛 对不对 联考大家都在同个地方 那这样子是个最好的方法 因为这个疫苗 它也不会那么快就坏掉 它可以做个很好的运送 就是白天 就是打一般的常规的诊 然后到了时间点 一到就卡掉 就卡掉以后 然后这边另外 你一个市里面 可以弄很多个点 很多个点 然后很多个点 但这个地方 它会把当地的那个点 给集中过来 把那个残记集中过来 这样子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做法 也能够防止很多的弊端 你假如当初的残记 就在当初的点里面打的话 我告诉你一定出问题 一定出弊端的